- 拜拜- 拜拜 焦点视频 《陈俊申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陈俊申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俊申师傅 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做齐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 搜寻陈俊申三个字 就可以找到师傅多一点的影片 和资料的了 记得记得 重要的是师傅已经推出了 2023贵卖年十二生肖榴莲运程的预测 大家可以不妨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个连结的 按进去就可以知道 自己下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今集就邀请师傅 讲一讲八字的命理知识 Hello 各位 又欢迎回到 陈俊申风水命理时间 今天的录景时间就是2022年8月10号 我们就算上次 上次我们就拍摄了日元 日元 不同的天罡 我们分析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情 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很简单 很简单 疑名 所以我们今天再接再来 我们拍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的算命范畴里面 一定会看这个位置 我们今天就是会讲日资 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夫妻公 为什么这个日资会这么紧要呢 因为日资其实等同我们 我们上次拍日元 就是天罡 就代表了我们的表面行为 我们讲到那个日资 就是那个人的内心世界 其实也是夫妻公 所以为什么这么紧要呢 正常 没有大过之后 成人之后出来做事之后 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正常情况 你餘下的一生 应该是跟伴侣的亲密 就是亲密一起 其实会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 那个夫妻公这么紧要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相处的时间长 所以 我们就今天会看一看这个日资 和夫妻公 我们分别去看一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和他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和他的伴侣 如何相处 希望我们这个内容 是大家是觉得有帮助的 对大家来说 也会有一个启发 令大家多一点 叫做了解自己 或者和自己多一点相处 会更加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 首先 也说一说 怎样去找我们的日柱 其实很简单的 大家只需要去网上 或者apps 找一个八字排盘的程式 就可以了 输入你的年月日 这样就可以找到你的日柱了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来计算 当现在出生 现在是2022年8月10日 六点半左右 我们排出来的命盘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 排出来的命盘 就会是 任人年 无新月 月未日 现在的时辰就是有时来的 那个日资 很明显就是偏才来的 大家看到 写着偏才的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为我们转日柱 一般来说 就是过了11点左右 就会转的了 假设你在香港出生 你是过了11点左右 出生 有机会会变成 第二天的一个日柱 如果你是今晚 今晚当你是晚上11点8出生 那就会变成 8月11日的指示出生 那就是 已经是变成一个丙日 即是丙生日柱 就是这样 那大家这一点要注意 另外再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们焦点视频的一些观众 欢迎尽快去订阅吧 同时也欢迎去我那个专业那里 陈进生风水命理的专业 去做一个追踪或者赚好的 那在这里多谢各位了 那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可以开始去和大家做分析了 那我们呢 现在回到来 讲日枝性格了 首先我们都会讲一讲 观察日枝的性格 那首先我们先讲到正观 那正观日枝 那我们来讲呢 六十甲子里面有四日的 分别是丙子日 丁害日 庚五日 和申斥日 有这四日 那我们去讲讲正观先吧 那正观呢 有名叫正观 正常的官 那你当是一个正常的公务员 那就理解了 那大家去幻想一下公务员 公务员 公务员 就是大家对公务员的观感 是不是会觉得 一做事一眼一眼 多做多错 不做不错 有这个感觉 就是有些保守的意味 政府 有些保守的意味 又负责人 又讲规矩 又讲纪律 这个呢 就是一个正观 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 那正观 跟我们平民百姓 有点点 叫做 身份 身份有点差距 因为 怎样都 是官来的 怎样都跟我们 有点点出入 有点点差距 所以 我们会觉得 他没有那么容易亲近的 有这种感觉 有点不苟言笑的感觉 那这种正观 如果套回去日之 夫妻公这个情况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因为刚刚说了 我们讲的 公务员 或者做官 通常来说 这些人 稍微 叫做 读得到书 显身下去 日之 坐着这一颗星 你的心性是正观 这个人来说 你会走出来的感觉 气质 你会觉得 有点点 官仔 骨骨的感觉 或者有点点 受气 端庄 或者叫做 严肃的感觉 有这个情况 你会觉得 他比较注重这个礼仪的情况 还有 行事 那个作风 会比较 脚踏实地 或者是循规道举 有这个性格 另外 正观日之的人 他对一些家庭的观念 其实会比较深一点 会比较厚一点 就是家庭观念 比较一般的人 就是简单来说 他是愿意为家庭 比较负责任的 等同你做得官 你一定是为八星 为你这个城市 或者为了这个政府 去负责任的 同样地 放入家庭都是 比较容易有家庭责任的 通常 男命也好 女命也好 假设你的夫妻公 这个日资的位置 是坐着一粒正观性的 通常你的配偶 很容易 会在大公司做事 在香港最大的公司 是哪间? 就是香港政府 其次那些 可能是中电 汇丰 长实 港灯 这些都是大公司 会在这些地方 会任职 甚至他有机会是属于 一种主管级的人 又或者他本身有管理一群人的能力 会有些长权的感觉 容易会认识到这些伴侣 因为你要管人 首先是否要管自己 所以这些人来说 丙子日 丁汉日 金五日 新智日 这些人来说 对自己来说 生活的态度 都会稍微有少少苛刻 或者有少少严谨 会有这个情况 假设他的夫妻公 是喜用的 即是会发挥优点的部分 多些 他出来的感觉 就刚刚说了 他的伴侣也好 或者他也好 走出来的感觉 被人觉得是市政 端庄的 以及正直的 有这个感觉 正官 正常的官员 有正直的感觉 假设如果他的夫妻公 即是那个组合是他的技神 就会倾向发挥他缺点的那一面 刚刚说了 公务员 有些公务员 他有时候 负面去形容 我们会说他 密守成规 或者是过分迂腐 他的性格 就会有这个 很迂腐的性格 通常去到感情的话 那彼此也是容易有一个协调的 男也好 女也好 假设你的夫妻公 是这个 这个 政官的话 容易 彼此之间 在财政方面 或者精神层面方面 是容易 两夫妻 或者男女朋友 有一个协调的 相对来说 是不错的 但特别提一提的 丙子日 假设你是丙子日的话 大家 如果在 这个镜头前面的观众 你自己留意一下 如果你或者伴侣 日处是丙子日的话 留意一下 你们的伴侣 是容易 是长气点 容易啰嗦点 官嘛 官是管理的 但是丙子日 丙子日 即是贵水 去黑个丙火 那就 烟烟门门的 显影出来的东西 就是很长气 很啰嗦 很烟门门 会这样 另外 金五日 金五日的话 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你是容易 甚至 因为伴侣的原因 令到你的生命 产生贵气 我举个例子 我 我跟人说 我老婆 或者是我女朋友 是一个律师 是否间接都会令到自己有种身份提高 亦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伴侣 因为本身是一个挺厉害的人 导致你有压力 令到自己又要向上进步 向上爬 又会令到你有跪气 特别金五日是容易有这个效果的 因为伴侣而导致你有跪气 这个就是静观的夫妻公 正观的日之 接着 有观就有杀 观杀是一组的 那我们现在就讲讲七杀日之 七杀日之 杀是黑自己的 是黑自己 跟正观有分别 正观黑自己是阴阳 假设你的日元是阴的 黑你的是阴 如果你的日元是阴的 是阴的 是阴的 黑你的就是阴 那七杀就阴和阴一样 假设你是阴的 黑你的就是阴金 那七杀日之 有二十多日 分别是 甲生日 月有日 無人日 己某日 阴神日 阴蝕日 贵丑日 和贵美日 那这些呢 坐着那一颗星是黑自己的 跟自己的五行属性是相黑的 而且的阴阳是相同的 那七杀 我之前拍片都经常讲 七杀在古代 我们可以用一个将军去比喻 那种冲锋陷陣 那种开疆 那种脾气暴躁 那种脾气暴躁 我们会这样去应用 也包裹了行事 那種怕力、那種衝勁也都用七殺去形容 那放回去日資會怎樣呢? 放回去日資 你想想,你的內心入住了一個將軍 那不多不少的性格方面 會有剛烈暴躁的情況 一定會有這個特色 假設你這顆七殺在你的夫妻公日資 是起神 會呈現多些優點 那會有什麼呢? 包括這個人特別有事業心 特別有奮鬥精神 因為要押忍自己 押忍自己就是押忍自己 推自己、鞭策自己 令自己更加成功 這個就是很方便 優點方面 假設你這個夫妻公顯映出來的 是一些叫做 技神 是一個缺點 那會怎樣呢? 那你就容易找到一個 對你 比較粗魯 或者比較沒有禮貌的伴侶 或者是這個伴侶會令你有壓力 會這樣 另外,因為產生缺點的情況 就不是押忍自己 不是有事業心 不是有奮鬥心 是無時無刻自己承認 有一股壓力去搞自己 包括可能他自卑 或者他自己受著旁邊的環境 令到自己有壓力 精神很差 這些就是缺點 那在感情方面 無論你是喜神也好 無論你是喜神也好 忌神也好 感情方面 你都是容易會找到一個 喜歡管自己的人 我們電腦前面的觀眾 鏡頭前面的觀眾 你自己留意一下 你 是不是這種日資 即是七殺日資 如果是的話,你自己想 看看你身邊那個人 或者你曾經拍拖的那些男女朋友 是不是特別喜歡管你 或者是 怎麼說呢 他會給你壓力 你看看是不是這些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人呢 那都是那句 自己拿來的很多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本身這個工位 就坐著了你 一顆屬於將軍聲的一個情況 那你是不是很容易 見到一些比較強勢的人 你會覺得吸引一些 那你就容易黏起來 你覺得有興趣 對這些強勢一些的人 很多東西是自己吸引回來的 就是這樣 師傅 你提到這個 特別這個七殺 我們一連五集 就是講一講這個日資 是不是 有些什麼 的仗義在那裡 那我想到了 每一集 我都會 盡量嘗試找一個人物 或者找一種代表的人物 去嘗試放進去 看看是否能夠合理 我找到一個人 是 是 和七殺是很像的 是 甚至乎他真的是七殺 是 就是林兆波先生 就是前特首 是 林鄭月娥的丈夫 1954年3月28日出生 我剛才看過 他就是這個 季未日之 即坐著七殺 季未日之 即坐著七殺 沒錯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你覺得像不像呢 根本就是 不是像不像的問題 根本就是 你說季未日 對嗎 沒錯 季未日你的夫妻公 就坐著七殺 嗯 那麼 他跟他的伴侶 簡單來說 他容易找到一個強勢的伴侶 嗯 正常情況 會覺得我們的前特首是強勢的 嗯 嗯 一定是強勢的 那麼他先配合這個 嗯 是啊 七殺 另外他的伴侶 是容易管他的 你猜會不會管他 是 管了 管得七百多萬人 沒理由管不到一個林小波 是 也有機會 總之強勢 管他 這些一定是走不掉的 嗯 一定是走不掉的 是 是 沒有所謂的 這些事情是緣分 讓你遇到 你的 命格組合有這樣的情況 你就自然會遇到這樣的緣分 你就會選到這些人 所以 就 沒有所謂的 這樣 分分鐘 林小波先生 如果是找一個 比較少了醫人的人 反而他覺得 沒那麼合 沒那麼好玩 他享受 現在 哈哈哈哈 其實很有趣的 剛才我一邊聽師傅 在這裡講解的時候 我自己忽發其想 當他一講到七殺的時候 我就在想 咦 這麼熟口臉 這個人 然後我就想 我一上網搜尋 真是正正就擺到進去 所以你說 命理 是多麼有趣的 一件事 是吧 所以大家如果 在一些算命 或者自己未來的運勢 特別 可能就是說 哎呀 究竟未來自己的另一半是怎樣 是吧 或者一路都找不到這個 未來真命天子 不妨可以請教陳俊新師傅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焦點視頻 陳俊新風水命理 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陳俊新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俊新師傅 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做齊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搜尋陳俊新三個字 就可以找到師傅多些的影片 和資料 記得記得喔 重要的是 師傅已經推出了他 2023季貌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的預測 大家可以不妨在影片資訊欄找到個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知道自己 下年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了 今集 邀請師傅 說一說八字的命理知識 Hello 各位 又歡迎回到陳俊新風水命理時間 今天的錄景時間就是2022年8月10日 我們就算上次 上次我們就拍攝了日元 日元 不同的天罡 我們分析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情 出來的效果挺好的 觀眾看完之後都覺得很簡單 易明 所以我們今天再接再來 我們拍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在我們的算命範疇裡面一定會看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就是會講日資 也是我們經常講的夫妻公 為什麼這個日資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日資其實等同我們 我們上次拍日元 就是那個天罡 就代表了我們的表面行為 我們講到那個日資 就是那個人的內心世界 其實也是夫妻公 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正常 沒有長大之後 成人出來工作之後 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正常情況呢 你餘下的一生 應該是跟伴侶的親密 親密一起 其實會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 那個夫妻公這麼重要 就是這個事情 因為相處的時間長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一看 這個日資和夫妻公 我們分別去看一看 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和他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和他的伴侶怎樣相處 希望我們這個內容 大家是覺得有幫助的 對大家來說 有一個啟發 令大家多一點 叫做了解自己 或者和自己多一點相處 會更加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 首先 都講一講 怎樣去找我們的日處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去網上 或者Apps 找一個八字排盤的程式就可以了 輸入你的年月日 這樣就可以找到你的日處 我舉個例 今天來計 當現在出生 現在是2022年8月10日 六點半左右 我們排出來的命盤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排出來的命盤 就會是 任人年 無生月 月未日 現在的時辰就是有事 日資很明顯是偏才 大家看到嗎 寫著偏才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為我們轉日處 一般來說 過了11點多就會轉 假設你在香港出生 過了11點多之後出生 有機會會變成第二天的一個日處 如果你是今晚 當你是晚上11點8出生 就會變成8月11日的指示出生 即是已經變成一個秉日 即是秉新日處 就是這樣 大家這一點要注意 另外再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們焦點視頻的一些觀眾 歡迎盡快去訂閱 同時也歡迎去我那個專業那裏 陳俊生風水命令的專業 去做一個追蹤或者讚好 在這裏多謝各位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可以開始去和大家做分析了 我們現在又回來講日資的時間 現在這一集我們會講 靖印和偏印坐進夫妻公 我們首先講到靖印 靖印來說六十甲子有四日是 分別是甲子日月害日暮誤日和幾字日 這個組合是怎樣形成的呢 就是夫妻公的位置是生日元的 五行是雙生的 但是陰陽就要不同 舉個例子 好像甲子日那樣 它是陽的日元 但是你生它那個是要陰的五行 例如下面是紫水 紫水即是貴水來的 貴水是陰的 陰就生個陽 生它的就為之靖印了 陰陽不同 那靖印呢 我們會幻想到什麼呢 幻想到媽媽 媽媽 一種胡蔭的感覺 一種慈悲的感覺 測忍之心 這個就是説性情方面會是這樣 另外 印星可以代表學識 代表學問 就是這些印星的人 喜歡追求知識和追求學問 我們嘗試把印星 靖印這顆星 套回日之 會衍生一個人是怎樣的性格呢 剛剛我們先說了一件事情 媽媽 靖印幻想到媽媽 幻想到胡蔭 那夫妻公坐著正印的人 會怎樣呢 那個保護意識 是會強一點點的 媽媽一定是保護自己的子女 這顆星進入了你的夫妻公 你就沒有那麼喜歡冒險的了 不容易走出舒適區的這些人 他這些人可以一份工作 做很多年 打很多年 或者在某一個範疇搞很久的 不容易走出去他們應該去廠的地方 就是舒適區 他可以在那裡搞很久 不容易走出去 這個就是因為他習慣了這種 胡蔭的感覺 習慣了這種舒服的情況 會是這樣 另外 讀書 正常情況我們讀書 是覺得最安全的 小蚊仔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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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最無憂無慮 最無事煩的一個時段 所以 會比較貪圖安逸 放在這個日資的話 這個人的心性會比較貪圖安逸 我們去說 他如果可以發揮到很方便 假設他的夫妻公日資 是他的起用的話 很方便會怎樣呢 他一生來講 容易有貴人去扶持他 或者他自己很容易做一些事情 令到貴人黏在他身上 給他機會 包括他很容易找到一個對他有幫助的伴侶 例如 可能有些人靠老婆發達 有些人靠老公發達 就是這一類 就是會幫他 肯給他機會 一生來講 比較少動蕩 因為保持著有貴人 保持著有貴人 假設 他這顆印星是他的技術 那就反映一些沒有那麼好的東西 就是缺點來的 例如什麼呢 印星太重的人 剛才說了印星是讀書 代表追求知識 印星太重就是什麼 就是讀死書 就是讀得來不懂得變通 不懂得靈活應用 這些人來說 是比較外板的 又過分老實的 一個腦沒那麼懂得變通 簡單來說是真的讀死書 會這樣 再加上 印星太重 那種需要護任的感覺 又會很重 就是 依賴性很重 對身邊的人很有依賴 對其他人很有依賴 不能夠自主的這些人 沒有了一種很獨立的精神 就會差一點的這些人 男也好 女也好 煩的這些人 什麼都要問一問人 什麼都問一問人 自己說不到事 決不了定 麻煩一點 在感情方面 無論你是起神也好 記神也好 在感情方面 你都是傾向 找一個人可以給你安全感 比較典型的就是 喜歡找一個 姐姐或者哥哥的感覺 的人跟你拍拖 或者跟你結婚 男的可能喜歡找大你一兩歲 或者跟你接近 或者再大一點也不奇怪 女的更加不用說 都是找一些 傾向 比你成熟很多的人 可以給予一個 互認你的感覺 去拍拖 最直接的就是 找一個大你十幾二十年的人 去拍拖 或者結婚 就會是這樣 這個就是靜印 日之 出來的那個 異象就是這樣 我們以下講 就要講一講 騙印 同樣都是印 但加多了一個騙字 就截然不同 出來的情況 騙印的話 有幾天 丙人日 丁某日 跟臣日 跟臣日 跟衰日 辛丑日 辛味日 任辛日 和貴友日 偏印同樣都是山里的 但是山里的陰陽 是同陰同陽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炳仁日 炳火是陽日主 人木都是陽的木 陽的木 生陽的火 那就是同一個陰陽 去生同一個悟痕 生那個悟痕 即是木辛火 偏印 偏印 剛剛說了 印星 就是學問 可以交一個偏字 那就不同了 代表 他喜歡追求的那些 所謂的學問 或者知識 傾向冷滿 傾向偏滿 或者不是傳統的 我們最近現在 香港TVB 有一個節目 叫做通靈之王 裡面有15個參賽者 這些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八字裡面 會有偏印星 因為這些人 會對一些 古古怪怪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比較敏感 或者是比較有天分 有天賦 我相信是有偏印的 這一班的參賽者 會這樣 將這個偏印 放到日資 放到夫妻公 會顯映一個 怎樣的人生現象 因為這些人 喜歡探討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能是跟宗教有關 氣功 或者是甚麼心理學 或者是甚麼靈氣 冥想 和這些有關的 那麼 多或少 滲透出來的氣質 好像有一種 叫做忍視的氣質 香港做一個忍視 相當難的氣質 做一個忍視 這樣 所以 出來的感覺 就會被人覺得 不是很懂得和周邊的人相處 因為他懂的東西 其他人不懂 因為他懂的東西 比較冷悶 變成 你溝通起來 其實會比較 共同話題不多 會有這個情況 這樣 我們現在把這個偏印 放進夫妻公裡看看 假設他是喜用的 那優點就不得了了 偏印 代表一些冷滿的東西 當你掌滿了冷滿的知識 而用來用的話 那就是請一種東西 那個人很鋼煉 很鋼煉 很鋼煉 很多人不認識 但這個人認識 那個東西 另外這些人的敏感度很高 對所有的人事物的敏感度都很高 我舉一個例子 我講的敏感度 是他的誤性 尤其是對一些靈修的誤性會比較高 舉個例子 一個偏印日資的人 跟你一起上課 可能大家一起去聽佛經 他容易聽幾句就明白 而你可能聽幾年都不明白 我講的那種誤性 那種領悟力 就是這樣 同樣地 他也容易去感受到一些 不是我們這個次元 不是我們這個世界存在的靈體 或者是朋友 他容易會感覺到的 他入到監工裡面 嘩 這麼不舒服 他會感覺到的 這些人 我們的話 或者普通的人 就不一定感覺到 我也是感覺到的 我也是這種物質 就是這種條件 有這樣的條件 另外 我們講講缺點 缺點 如果他將偏印這件事 變成缺點 那就麻煩得多了 首先 他的氣質方面 會呈現出來的就是 很陰沉 被人覺得的感覺 你很陰沉 又不怎麼出聲 又不太會表達的話 別人就會覺得 你好像很有機心 你在想什麼 你會不會害我 或者你不要相處 這個人 就會呈現到這樣 這樣 這個缺點 再說一下感情 多數坐偏印日柱的人 相對來說 因為本身 起臣也好 忌臣也好 偏印坐在那裡 跟人溝通方面 始終都是差一點 包括 跟自己的伴侶 溝通也是差一點 所以 在感情方面 會有些少波折 你未必能夠 拍一兩次拖就搞定 也不一定能夠 結一次分就搞定 不一定的 會差一點點坐偏印的話 始終都是 相處方便 或者是 自己想的方便 可能不容易去收藏自己 或者是 別人覺得你有少少東西隱瞞 或者是你覺得你很神秘 所以你導致真正的溝通 不到位 會這樣 另外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如果是女命的話 女命偏印的話 你很容易會嫁給一個人 而那個人 即是你的奶奶 是相對強勢的 所以 女命偏印的話 最好你還是做一個職業婦女 不要做一個 做一個家庭主婦 那個奶奶很強勢 而你長期做一個主婦 那這個磨擦會很多 最好就是自己出來做一個 打工的人 或者自己的事業 會比較好的 如果不是 奶奶強勢 你有強勢就很麻煩 應該是說 奶奶強勢 而你 未必算是很會跟她溝通 那你就 麻煩一點點 就會這樣 師傅 都說了 每一集找一個代表人物 今集 我找了一個 就是 劉明偉先生 大家都知道了 大樓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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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 被人認為高富稅 是吧 算是 40歲已經是上市公司的 渣身人 已經是 因為爸爸給了一個很大的權力給他 甚至大家都期望他日後 可能在政商會不會發光發亮 他就是偏印了 我明白 他就是偏印 他就是新味 他的日資是 新味是偏印 沒錯 那我擺不擺進去呢 以我看 過往新聞的感覺 都有過那個感覺 因為偏印的人 有時氣質出來 有一點點陰沉 他算是 因為感覺上 他不算說很多話的人 但你會覺得 他裡面的城府 其實都是 都是有的 都是深的 嗯 氣質是相似的 而且他好像 是不是離婚了 早前還是怎樣 是啊 他第二次結婚的 這次是 是的 那 婚姻方面 都會差一點點 不過有錢人的婚姻 多數是 來來下下 比普通人更多 一點點 這樣 都很相似的 或者希望找一個自己打決的 可能七年或者以上的人 在一起 都會這樣 哦 哦 OK 所以 真的很有趣 都是說那句 原來 基本上 你有一些不同的日資 都可以找到一些人 代入 倒入 而正正都是 塌塌陷 所以大家 如果在命理上 有任何不明白 或者 都很想知道 究竟未來 的另一半 會是怎樣的話 不妨可以請教 陳俊新師傅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大家可以在影片資訊欄找到連結 按進去 就可以知道自己 下年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今集 就邀請師傅 講一講八字的命理知識 Hello 各位 又歡迎回到 陳俊新風水命理時間 今天的錄景時間 就是2022年8月10日 我們就開始 算上次 上次我們就拍攝了 日元 日月 不同的天罡 我們分析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情 出來的效果挺好的 觀眾看完之後 都覺得很簡單 二明 所以我們今天 再接再來 我們拍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在我們的算命範疇裡面 一定會看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 就是會講 日資 也是我們經常講的 夫妻公 為什麼這個日資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日資 其實等同我們 就是我們上次拍日元 就是那個天罡 就代表了我們的表面行為 我們講到那個日資 就是那個人的內心世界 其實也是夫妻公 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正常 沒有大過之後 成人之後出來做事之後 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正常情況 希望你餘下的一生 應該是跟伴侶的親密 親密 一起 其實會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 夫妻公這麼重要 就是這個 因為相處的時間長 所以 我們今天 會看一看這個日資 跟夫妻公 我們分別去看一看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以及他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跟他的伴侶怎樣相處 希望我們這個內容 大家是覺得有幫助的 對大家來說 也有一個啟發 讓大家多一點 叫做 了解自己 或者跟自己 多一點相處 會更舒服 就是這樣 首先 都說一說 怎樣去找我們的日柱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去網上 或者Apps 找一個八字排盤的程式 就可以了 輸入你的年月日 這樣就可以找到你的日柱 我舉個例 今天來計算 當現在出生 現在是2022年8月10日 6時半左右 我們排出來的命盤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排出來的命盤 就會是 任人年 冒生月 月未日 現在的時辰 就是有事 日資很明顯是偏才 大家可以看到 寫著偏才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為我們轉日柱 一般來說 就是過了11點多就會轉 假設你在香港出生 你是過了11點多之後出生 有機會會變成 第二天的一個日柱 如果你是今晚 今晚當你是晚上11點8出生 就會變成 8月11日的指示出生 即是已經變成一個秉日 即是秉身日柱 就是這樣 大家這一點要注意 另外再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們焦點視頻的一些觀眾 歡迎盡快去訂閱 同時也歡迎去我那個專頁 陳俊生風水命令的專頁 去做一個追蹤或者讚好 在這裡多謝各位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可以開始去和大家做分析了 我們今集回到來講另外一些日枝 就是比堅和劫財 我們先講比堅 比堅來講 就是同一個五行 又同一個陰陽的組合 就叫做比堅 例如 你是陽目在天罡 即是在你的日願 地支 日枝的位置也是陽目 就為之比堅 分別有幾日的 一個就是 甲仁日 月某日 慕神日 慕褻日 慕褻日 慕醜日 慕味日 慕生日 和慕友日 以上講的都是比堅日支 比堅夫妻公 我們先講講比堅的一些 類象的一個性格 通常比堅的話 我們講的是自主一點的個人 自主一點的 因為自主自己喜歡做事 所以這些人的自尊心 其實是會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 還有坦直的 這個人 坦蕩蕩的做事 行事作風 會比較直不甩些少 會有這些情況 所以到代人處事方面來講 他未算是一個很善解人意的人 不算的 但他做到事 他也做到事 有機會得罪人 但他做事方面 能否交到貨 相對來說 是容易交到貨的 這些人這樣 將這個比堅套回去日圓 套回去日圓 那我們就看看有什麼特性 我們將自己的日圓 假設我是木日圓 我是隔木的 日圓你當上半身 日支就當下半身 當日支是你的馬步 好了 那麼 你天降是木 下面是木 即是馬步 炸得很穩 變相這些人 比堅日支的人 他的自主性 或者獨立性 是特別強的 同樣地 因為馬步很穩 不容易倒下 被人覺得的感覺 精力方面 比較旺盛 精力比較旺盛 有些事情要做 決定要做 他會繼續執行下去 這些人或多或少 會有一種叫做 不渡黃河 心不死的感覺 有這個情況 你可以說他責任感強 或者說他不會變通 或者說他過分精力 總之 有些人做得七成八成的事情 去到他那裡 可能他做到九成十成都不奇怪 這些人 因為獨立自主 再加上精力旺盛 會是這樣 那我們看看 放下去 如果是優點的話 夫妻公是優點 那會呈現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就呈現一個人 那個性格 比較積極 進取 還有會有少少 勇敢去冒險的感覺 這個就是呈現那個優點 那如果 呈願 他呈現一些缺點的話 會是怎樣呢 假設他是忌神的 缺點會是什麼呢 因為剛剛說了他是可以獨立自主的 如果呈現一種不好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負面的事情就是 他覺得自己都搞得定了 他就不屑於跟別人合作 繼而就是不屑於跟別人溝通 所以這些人 反而有時候沒有了一個合群的精神 容易被人孤立 或者自己喜歡孤立自己 會有這些特色的 那感情方面會是怎樣呢 無論你是喜神也好 你都是希望找到一個 一個思想 或者價值觀 跟自己相處的人 所以都是容易追求一種 可能年紀比你 稍為大一點的人 作為伴侶 都是那句 這些性情 他都會有少少依賴的感覺 依賴伴侶的感覺 這些 這樣 接著我們說劫財 劫財跟比堅有少少相 但是劫財我覺得比較負面一點 劫財來說有四日 丙五日 丙字日 丙字日 任子日 和貴賀日 這樣 都是同一個五行 但是陰陽不一樣 例如丙五日 丙是屬陽火的 五火的主器是陰火 大家都說火 但是陰陽不一樣 劫財來說 我們會說是一種衝動的感覺 有時候會有衝動的感覺 還有喜歡跟人爭辯 忠言直耳 喜歡固執一點 會有這些情況 還有更加負面的 有時候你會形容 屬於有勇無謀 劫財 有名字 你已經叫劫財 財聲可以代表女人 亦可以代表前財 劫財 即是你容易破壞女人 或者破壞財 女人和財都很重要 這些東西 你容易破壞她 我們就說 這些人是叫做魯莽 我們套回去日資 假設你是一個劫財 如果是男人的話 你是一個劫財 日資的話 你的性格很容易很大男人 超級大男人 同樣地如果你是女命的話 你的日資是劫財的話 你的另一半同樣地 亦容易很強硬 大男人的性格 會這樣 通常你日圓 坐下劫財 都是妥協性 沒有那麼高 妥協性 不容易跟人聊 有些事情 有些觀點 如果不合理的話 大家不是很容易談得來 這些情況 那麼劫財呢 傾向有些少少負面 我覺得 那麼劫財 假設如果它是喜用的 呈現好的東西 會是怎樣呢 就是那種 不屈不扭的精神 不屈不扭的精神 那麼你想想 它是一個 你當作是一個賊 一個不屈不扭的賊 你當作是 這樣去形容 這樣 就那個意志 比較堅強的 這樣 這樣 但多或少都會帶有破壞性 雖然說是喜用的話 都會有的 這樣 那麼如果缺點的話 就多數我們就會說 是那個 衝動 還有魯莽 或者自以為是居多 這些 那麼感情 感情呢 那麼劫財的人呢 喜歡找一些 跟自己 自同道合的人 作愛他的伴侶 舉個例子 可能有共同興趣 或者有共同目標 去找一些 這樣的人做伴侶 傾向 很容易在一個 學習的環境裡面 找到他的 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例如可能 去報些什麼什麼 興趣班 或者什麼課外進修 就容易找到他的伴侶 這些叫自同道合 這樣 但是要留意 夫妻公坐到劫財的話 你又硬頸 另一半同樣地 比如硬頸 假設真的意見不合的話 很難有一個原本的解決方法 如果是劫財的話 所以 男也好 女也好 假設你是劫財 坐在夫妻公裡面 你求神拜佛 都希望 可以讓你找到一個 由女到外 或者是外道女 都是絕對包容你的人 如果不是 婚姻 或者是男女之間相處 都是容易有問題的 OK 每一集都說 我會把一個人物放進去 套進去 看看 商似度 有多少 今集你又找到哪一位人物呢 今集我找到現任保安局局長 鄧炳祥先生 那 是 那是比堅 比堅 就是 你覺得是不是 這樣就像是比堅的話 比堅剛剛講到 一個獨立自主性 和那個真力王城 嗯 印象中 看了新聞 他好像 體能方面 都很厲害 在警隊裡面 嗯 我沒有記錯 也像曾經有段 這樣的新聞 他的體能是超級厲害的 體能方面是很厲害的 而且你看他的性格也很相似 他的感覺上的感覺上未必會變通 但有些事情你交給他 叫他去搞 他會跟你砌 但過程會不會得罪人他不理 你會覺得 也很相似 你突然提起現任的保安局局長 也很相似 例如他喜用 如果他是喜用的話 有勇敢或者冒險 始終是武職性格 武職的人套在武職性格上都吻合 所以命理相當有趣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問 不妨可以聯絡陳俊生師傅 請教一下 多謝各位 拜拜 請教一下 焦點視頻 陳俊生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陳俊生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俊生師傅 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做齊CLS Come and Like and Share 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搜尋陳俊生三個字 就可以找到師傅多些的影片 和資料 記得記得 還要是師傅已經推出了他 2023季某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的預測 大家可以不妨在影片資訊欄找到連結的 按進去就可以知道自己下年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今集就邀請師傅說一說八字的命理知識 Hello 各位 又歡迎回到陳俊生風水命理時間 今天的錄影時間 就是2022年8月10日 我們就計上次 上次我們就拍攝了日元 日元 不同的天罡 我們分析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情 出來的效果挺好的 觀眾看完之後都覺得很簡單 易明 所以我們今天 再接再來 我們拍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我們的算命範疇裡面 一定會看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就是會講日資 也是我們經常講的夫妻公 為什麼這個日資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日資其實等同我們 我們上次拍日元 天罡就代表了我們的表面行為 我們講到那個日資 就是那個人的內心世界 其實也是夫妻公 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正常 沒有大過之後 成人之後出來工作之後 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正常情況 你餘下的一生 應該是跟伴侶的親密 親密一起 其實會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夫妻公這麼重要 就是這件事 因為相處的時間長 所以我們今天 會看一看這個日資 和夫妻公 我們分別去看一看 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和她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跟她的伴侶怎樣相處 希望我們這個內容 是大家 是覺得有幫助的 對大家來說 也有啟發 令大家 多一點 叫做 了解自己 或者 和自己 多一點相處 會更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 首先 先說一說 怎樣去找我們的日儲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去網上 或者Apps 找一個八字牌盤的程式就可以了 輸入你的年月日 這樣就可以找到你的日儲 我舉個例 今天來計算 當現在出生 現在是2022年8月10日 六點半左右 我們排出來這個命盤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排出來的命盤 就會是 任人年 無生月 月未日 現在的時辰就是有事 日資很明顯是偏才 大家看到 寫著偏才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為我們轉日儲 一般來說 過了11點多就會轉 假設你在香港出生 過了11點多之後出生 有機會會變成第二天的一個日儲 如果你是今晚 今晚當你是晚上11點8日出生 就會變成8月11日的指示出生 即是已經變成一個秉日 即是秉身日儲 就是這樣 大家這一點要注意 另外再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們焦點視頻的一些觀眾 歡迎盡快去訂閱 同時也歡迎去我那個專業那裏 陳俊生風水命理的專業 去做一個追蹤或者讚好 在這裏多謝各位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可以開始去和大家做分析了 今集我們又回來講日之夫妻公了 今集會講食神和相關的 首先我們先講食神 食神來講是怎樣的組合呢 由你生出來的東西就叫食神 而且是五分你生出來的 而且陰陽是同陰同陽的 舉個例子 你是炳火的 你是炳火日元的 你生出來就是土 炳火是羊土來的 炳火是羊土 你生出來是羊土的話 那就是食神了 舉個例子有幾天 炳神日 炳率日 丁醜日 丁味日 冒生日 己有日 任人日 貴某日 這些就是食神的日柱 夫妻公是 日之是食神來的 我們講講食神了 食神來講 食神是屬於民生 給人覺得的感覺 有些聰明伶俐的感覺 聰明伶俐 首先一定有個大前提 就是本身你自己 多多少少要有些密水 在心裡 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很難表達到 你的聰明伶俐出來 食神也是代表一種 我們叫做 藝術的才華 食神相關都是藝術才華 例如 你生出來的 因為 那是代表一些書法的能力 例如 演講 唱歌 創作 寫作 畫畫 創新 或者一些設計 這些跟食神相關有關 也是代表身材的能力 食神 作用就是身材 賺錢的能力 也有 食神的話 那個聰明伶俐出來的感覺 就是他的行事作風 給人的感覺 會又覺得 覺得有種叫做 親切 和善 客氣的感覺 相對來說 你會覺得沒有什麼壓力 這類的人 放回去日資 會怎麼樣呢 食神 食神用來身材 放回去日資 這些人 對於一些賺錢的策劃概念 或者策劃能力 就很強的 但他的實踐性 即是自己真的要下手下腳去做 去砌的話 他會比較弱 所以這些人 是擅長想 多於做 如果不做的話 這些人就只有想自己 他是屬於自己想 想完之後 看看身邊會不會有些人去做的人 這個叫做食神 坐在日內去日資 這樣 假設你的食神 是你的喜容 在夫妻公那裡 這些人 給人的感覺 比較 比較寬厚的 性格 比較寬厚 比較體貼 而且 溫文義雅的感覺 會比較重 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些人 比較懂得反省 懂得反省的人 就懂得進步 懂得進步 你不是久而久之 在跟人的相處裡面 有摩擦 你就會反省 又會改善 又會反省 又會改善 這些人 給人的感覺 就覺得 其實是舒服的 相對來說 比較舒服的 另外 我們看看 缺點 缺點 會怎樣呢 這些人 比較好高無緣 虛榮心比較強 好高無緣 愛出風頭 剛剛說了 食神相關 是代表那種 才華的 顯露 這些人有表演欲 比較喜歡出風頭 而且 是不聽人說的 不是不聽人說的 是不受人指揮的 應該這樣說 不受人指揮的 出去打工 都會比較輸蝕的 這些人 食神相關 日資的話 感情一定是比較豐富的 我們現在講食神 食神來講 男也好 女也好 彼此 都是追求一種 你的另一半 不要太管自己 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食神相關就是制觀察 觀察就是約束力 你是在反抗這種約束力 所以呢 你也好 你的另一半也好 是不喜歡被人管的 所以呢 久而久之 你們容易吸引到一些性格 比較無所謂 或者比較寬雲大量 或者容易 隻眼睛 隻眼閉的人 和你作為一個穩定的對象 食神身材 除了代表賺錢的意欲 亦都代表 追求女的意欲 所以呢 如果是男性的話 你的夫妻公坐著食神 是比較容易有條件去封流 簡單來說 你追求女的技巧 追求女性的技巧 是會比普通的人 更厲害 當然不排除你的賺錢能力高 有錢你就容易追求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容易有封流的條件 另外 女命也是一樣 女命食神 是會制官殺的 官殺 在人物而言 可以代表老公 代表男朋友 你會制住老公 制住男朋友 即是你容易會 不妥過老公 可能不容易看起他 或者容易挑剔他 之類的東西 但整體來說 這種挑剔 是對男人的事業 是傾向有幫助的 但暫緣男女之間的相處 一定是容易有衝突的 這樣 所以呢 這些人來說 最好這些 即是 女命 如果你的日處是坐著食神 的話 做職業婦女 是會比較理想的 比較著數的 否則在家裡 都可以加重屋幣的 這個就是食神 對女命來說 因緣無理想 這樣 接著我們就說 相關日之 相關日之 跟食神一樣 食神 都是你生出來的 食神 就是同陰同陽 相關你生出來的 那個陰陽 就不同的 有甲午日 穴子日 根子日 身害日 我舉例 甲午日 甲是楊木 五火 是陰火 木生火 楊木生的陰火 所以這個就叫相關 是你書法出來的東西 食神代表文星 相關偏向母職一點 舉例 剛剛說一些特別技藝 特別技能的表達 食神的話 我舉例 食神可能是 畫畫畫 寫詩 之類的東西 如果相關的話 可能就是 打功夫 這樣 打功夫 或者是一些 傾去母職的東西 會是這樣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 手藝 都可以是一些相關 或者是跳舞之類的東西 這樣 相關呢 會展現出來的 那個 才華 會比食神更加明顯 有英明的感覺 英明的感覺 同樣地 相關 相關 官就是要管理的 你去傷他 這些人 會叛逆一些 會反叛一些 這些人 同樣地 你連官都敢去搞他 這些人 就大膽一些 簡單來說 容易 容易會踩到一些法律線 或者是一些法律線 容易會這樣 相關 如果進入了日資的話 這些人 或多或少 會囂張 比較囂張 比較好性 這些人 而且 無形中 他是容易會傷害到人 為什麼呢 因為相關的人 剛剛說了囂張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 轉數 比別人高 想事比別人快 或者他想到一些 別人想不到的事情 變相 他會覺得 別人的節奏 無法遵守自己 那會怎樣 就是久而久之 會看別人不起 會這樣 我們說回 如果相關日資 他起用 優點會怎樣 就會展現到 他那種食傷的能力 是相當之有power 或者是可以靠這些食傷 去找到食 比喻 他的口才 極好的 說話 特別到位 出去跟別人談判 談生意 是基本上 一定是成事 對家 一定被他吃住 可以這樣 還有才華 還逸 這些人 有時候 看到一些藝人 或者是影聲 唱歌 那些 有時候 都是食傷 坐著夫妻公 都多 見得比較多 這樣 那我們說回 缺點 缺點 就是那種 任性 那種任性 還有那種 缺乏約束性 很明顯 變成這些人 假設你是去打工的話 你去打工的話 你其實是容易得罪到老闆 或者你很容易 做些事情 講些事情 跟你公司的一些規則 會有衝突 所以會形成到你 升職沒那麼容易 可能會難些 你只是得罪老闆 已經死得了 基本上 所以這些人來說 如果打工的話 最好 去一些 中小型機構打工會好些 一般情況 中小型機構 彈性少少的 彈性少少的 如果你想去大公司打工 可以嗎 可以 但有個條件就是 你做那個崗位 它是有彈性的空間 給你發揮的 那就無所謂 我舉個例子 你去做一間 很大型的公司 做一個廣告設計的 老闆不管你的 總之這個項目 你搞定它 怎麼搞是你的事 這樣就可以 但假設你去一些 規矩性 很緊 很嚴的地方打工 你會打得很不開心 打得很不舒服 會這樣 感情方面的話 會怎樣呢 跟食神一樣 都是 男也好 都是想追求一些 互不約束的相處 或者是關係 還有呢 有一個特色 如果相關夫妻公的人 他的配偶有機會 有機會是喜歡吃東西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經驗 這些人 他的另一半 那個骨架 比較粗一些 或者是那個 比較有肉的 如果他剛好那個相關 是 肚子的 誤痕的 更加明顯的 比較有肉的 或者肥一點點 有時候 真的因為喜歡吃東西 而令自己肥 也不奇怪 有這個特性 就是根據我的觀察 還有呢 相關呢 男也好 女也好 都是容易封流的 都是容易有的 相關一樣 都是會挑剔老公的 所以呢 男或者女 夫妻公座相關呢 那個婚姻感情呢 都是沒有那麼順暢的 為什麼呢 男的 有條件風流 女的 很大膽 會做一些 主流價值觀呢 覺得沒有那麼對的 例如可能 外面有小王啊 有第三者啊 或者自己都喜歡出去偷 因為容易有一個 偷食的傾向 都會這樣的 那就差一點點 婚姻方面 在這裡講的話 那師傅我都說了 每一集呢 我們找一個人物呢 然後呢 套他進去 嗯 看看呢 行不行啦 準不準啦 那今集呢 我找了這個 是郭台銘先生啊 就是台灣首富 台灣首富郭台銘 嗯 他是什麼 前首富 他呢 就是丙率日 丙率日也是的 食神的 夫妻公是食神 是的 這樣 這樣 都可以的 因為食神剛剛講了 食神身材 是 身材 就是他的求財 慾望其實很強的 非常之強 做得首富的 你沒有求財慾望 我就不相信你 你沒有這個慾望 你根本上很難做的 是 另外也有風流的條件 這樣 雖然 現在比較少 聽到他一些緋聞 但以前好像比較多 對 以前比較多 同樣地都是容易有風流的條件 這些 這樣 不過有錢人風流都 都正常 很正常 這樣 這樣 好 那就講了這個食神 今集特別一點 相關我也有一個例子 當然 也要師傅你的印證 嗯 我想問一下 坊間其實有一個 term 叫做 綠茶表 是 其實你覺得 擺不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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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命的相關 都可以的 綠茶表 其中一個特質是 是否喜歡收兵 喜歡收兵 是嗎 喜歡收兵 是其中一個特質 但最主要就是 他表面好像很柔弱 但是內心機心重重 哦 是這樣的 你只是說這兩樣東西 都是這樣的 其實說綠茶表 其實都是說跟男性的相處 是嗎 是 相關 觀察 就可以代表男人 代表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你收兵 收兵 你是不是本身自己要有能力 去制住這堆兵 制住這堆男人 相關就是制住他 就是控制住這堆人 這是控制住這堆 金心做兵的人 是的 這就是相關 黑觀的一個跡象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說什麼表面 什麼柔弱 內心 特別是很多機關重重 也是 因為我們日資 這個位置代表內心世界 可能他天光透出來的 是觀印雙身 乖仔 是乖女 內心的人就是想咬你 包括控制你 或者駕馭你 可能是情感的駕馭 或者經濟的駕馭 總之就是要玩到你妥妥令 是 就是這樣 哦 不奇怪的 綠茶表 原則上的婚姻 或者感情 是未必太暢順的 食神相關 楚日之的人 感情 都一般般 尤其是女命 會比較差 剛剛說了 他比較大膽 大膽 你就會做一些主流價值 沒有容許的東西 或者覺得不對的東西 嗯 是啊 OK 所以大家如果在這個命理上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不妨可以請教一下陳俊新師傅 好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 焦點視頻 陳俊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陳俊新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俊新師傅 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做齊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搜尋陳俊新三個字 就可以找到師傅多些影片 和資料 記得記得喔 重要的是師傅 已經推出了他 2023季貌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的預測 大家可以不妨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個連結的 按進去 就可以知道自己 下年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今集 就邀請師傅 講一講八字的命理知識 Hello 各位 又歡迎回到 陳俊新風水命理時間 今天的錄景時間 就是2022年8月10日 我們就計上次 上次我們就拍攝了日元 日元 不同的天罡 我們分析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情 出來的效果挺好的 觀眾看完之後都覺得很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呢 再接再來 我們拍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我們的算命範疇裡面 一定會看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呢 就是會講日資 也是我們經常講的 夫妻公 為什麼這個日資呢 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日資呢 其實呢 等同我們 就是我們上次拍日元 就是那個天罡 就代表了我們的表面行為 我們講到那個日資 就是呢 是那個人的內心世界來的 其實也是夫妻公 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正常啊 就是沒有大過之後 成人之後出來做事之後 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了 正常情況呢 你餘下的一生呢 應該是跟伴侶的親密 即是親密 一起呢 其實會比較多的那個時間 所以呢 那夫妻公這麼重要 就是這件事 因為相處的時間長啊 所以呢 我們呢 就今天 會看一看這個日資 跟夫妻公 我們分別去看一看 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和他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跟他的伴侶 和他怎樣相處 那希望我們這個內容 那 是大家 是覺得有幫助的 對大家來說 有個啟發 令到大家 多一點 叫做 了解自己啊 或者 和自己 多一點相處 會更加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 那首先 都說一說 怎樣去找我們的日處 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只需要去網上 或者Apps 找一個八字排盤的程式 就可以了 輸入你的年月日 這樣就可以找到你的日處 那我舉一個例 今天來計 當現在出生 現在是2022年8月10號 那就是六點半左右 那我們排出來這個命盤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那排出來的命盤呢 就會是任人年 無生月 月未日的 那現在的時辰 就是有事來的 那那個日資 就很明顯就是偏才來的 大家看到嗎 寫著偏才的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為我們轉日處 一般來說 就是過了11點多就會轉的 假設你在香港出生 你是過了11點多之後出生 有機會會變成 第二天的一個日處來的 如果你是今晚 今晚當你是晚上11點8出生 那就會變成 8月11號的指示出生 那就是 已經是變成一個秉日 即是秉新日處 就是這樣 那大家這一點要注意 那另外 再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們 焦點視頻的一些觀眾 那歡迎盡快去訂閱 同時也歡迎去我那個專業那裏 陳俊新風水命令的專業去做一個追蹤 或者讚好 那在這裏多謝各位 那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可以開始去跟大家做分析了 又回來我們講日資的時間了 那今集呢 亦都是我們的最後一集 來的 我們主要來講 會講 正才和偏才日資的一些性格 或者是感情模式 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先講講正才 正才日資會是怎樣呢 正才就是我剋之物 即是你的日元就是要剋他的 但是你剋得來 你陰和陽要不同 所以為之叫做正才 你剋他的 正才來說有幾日 六十甲子裏面有四日 冒子日 紀開日 任五日 和季節日 那我舉例 冒子日 冒就是土 子就是水 土是黑水 黑水 土 黑水 黑之物 就是你的財 土 冒土 是陽土 紫水 陰水 陰和陽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正才 那我們講講正才 通常人們問算命 都是問有沒有偏才 很少人會問正才 那為什麼呢 因為正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面 只要你有上班有工作 那些就已經叫正才了 正才代表是我們透過自己的付出 你的辛苦得來的 而且那個錢屬於比較穩定的 就叫正才 例如你打工 每個月出糧 那一塊就已經叫屬於正才了 那如果你是指得正才的話呢 如無意外 正常情況 就應該一個人會生活得朴實些 或者是坑劍少少的 或者是對錢的東西 比較謹慎 因為是你自己辛苦付出而得來的東西 正常你當然不會特別浪費 所以這些人相對來說 如果正才性格比較重 就會比較資慳飾劍多少少的 如果是極端的 當然叫做沽寒 極端的話就是這樣 如果在正才方面 我就套到夫妻公的日資去看 就說些甚麼呢 剛才說了正才是普通打工拿回來的 會顯映出來的就是這個人 他追求的生活相對 當然他要有他的生活質素 但他追求回來的感覺是想安逸少少的 想安逸少少 不想有太過份的冒險 正才是打工的東西 生活他要有保障 但他又不是真的要大富大貴 然後自己太薄煞去賺錢 他又不需要這樣 這樣 我們說回一些優點 優點如果你是正才日資的話 你當然資慳飾劍是一種優點 我們中國人會覺得是不美得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比較踏實少少的 比較保守少少的這個人 還有這個人 剛剛說我們是打工性格 比較任勞任怨的 就是比較熬得的這些人 所以呢 最後衍生出來的東西就是 有時候比較容易儲到錢 容易漲到錢 因為他又不容易特別去花多些 又不會特別博去冒險 去搞一些奇怪的投資 高風險的投機 所以這些人最後是容易 剩到錢的 有這些優點 那缺點是怎樣 缺點 正才嘛 正才就是不要太薄 正正常常的來 那這些人呢 就會缺乏了那種 進取 那個人來說 比較細膽一點 或者不夠進取 不夠薄的 會這樣 甚至你會覺得他不夠 怎麼說呢 不夠創新這些人 這樣吧 會有這些缺點 如果這樣去講的話 感情方面呢 都容易會得到他另一半的助力 比較典型的 當然是錢方面的助力 當不是錢也好 他都會支援到你的 支援到你的 舉個例子 可能是你出去賺錢 他整頭加固得很好 令到無後戶之憂 都不出奇 總之是容易得到一些支援的 還有配偶是容易 而那個工作或者收入呢 是比較容易有一個穩定性的 舉個例子 可能是他的配偶 正財日資的配偶 他是在大公司裏面工作的 然後那個人工都不太差的 或者是在政府那裏做的 這樣吧 容易會出現這些情況 總之啦 只要你那個夫妻工是正財的話 無論他是忌慎或者喜慎 你的另一半呢 都不會特別找不到錢的 或者沒有一個求財的技能 都未必會的 起碼不多不少會對你 會有些少幫助的 這樣 傾向正面的 即使他沒有賺錢也好 可能他做家務的 比較勤力的 會幫到你的 我都會傾向正面的 但另外 零零四四有兩日 我會提一提的 墓子日 我們有句口訣 天下墓子無窮人 即是說墓子日的人 他比較不會太貧窮 有這個情況 那墓子 我認識有幾個人是墓子日的 那個生活 物質等等的享受 其實都OK的 另外有一天 就季節日都不太差 即是季節日的人 都不會特別窮 那麼季節日的話 那麼我們原學有位前輩 麥靈靈 麥靈小姐 她都好像是季子日的 都不會窮 那麼 智是她的財星 那麼似乎 她老公在她的事業方面 那個推造力 似乎都挺大的 這樣 這個兩日 墓子日和季子日 比較不會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你的日柱排出來 是不是墓子日 或者季子日 或者你的另一半 是不是這樣 那麼 那偏財日和正財的分別 就是同陰同陽 你黑之物為之財星 但是 如果你是陽日主的話 你黑那塊財 都要為陽的 舉個例子 甲臣日 甲褻日 月醜日 月味日 秉身日 丁有日 甄人日 甄人日 新貌日 舉個例子 甲牧 甲神日 甲 黑過神徒 訒是甲會黑的 神徒是陽 甲牧也是陽 所以同陰同藥 便為之編財 編財的特性 有很明顯的一個特質 就是這個人的親和力 相對來說 比較強 簡單來說 交際的能力、交際的手腕是比較厲害的 比較長袖羨慕的這些人 所以容易得到一些人的一種歡迎 因為侵無力強 而且有時錢方面可能會疏爽一點 例如拿來幫人、請人吃東西 所以人員方面比起政財是會略勝一籌 偏財放在日資上 會代表一個人會比較在錢銀方面 或者物質方面他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期望 或者喜歡享受 會是這樣的 假設偏財是起用在夫妻公的 這個命主顯映出來的手段 就是他的交際能力特別圓滑 特別圓滑 衍生出來也會令人覺得特別慷慨 沒有什麼所謂 總之是屬於比較高明的 出來和人交際 認識人、認識朋友方面 那缺點的話 假設你那個偏財 你駕馭不到他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負面的影響 例如這個人特別 特別怎麼說呢 虛浮的 特別虛浮的 或者特別風流的 財星也可以代表女人 你駕馭不到這個財 即是被那個財 駕馭回 即是有機會被女人連累 因為你風流 而被女人累死了 有這些情況 還有沒有那麼適節制的這些人 你有時會見到有些人 因為他自己收入都不多 但不斷地投資 或者不斷地因為好面子 愛享受 不斷地買名牌 買到最後滾卡滾爆了 破產 那這個就是財星為忌的一個效果 放在感情方面 通常你的夫妻公 坐著財星偏才的話 多數你的伴侶 比較精明的 可能是計數方面 精明的 比較厲害的 還有他的行動 比較疏爽的 即是他做起事來 比較快的 比較快的 如果男人來說 財星的話 他就會有些少少 我們叫做 寵妾相妻 簡單來說 你已經有一個穩定的伴侶 你有機會再在外面 再去找其他的對象 找其他的對象 女命的話 假設你是一個女人 而你查到你的日資 是偏差 多數你的能力 給你的男朋友 或者給你的老公 會厲害一點的 無論男也好 女也好 你的日資 只要是偏差的話 比較遲一點結婚 其實會比較好的 即是晚一點結婚 一般來說 以現在來說 過了三十歲之後結婚 這樣會比較理想 比較理想 為什麼呢 就是你套回我剛才說的 女性的能力比較高 能力比較高 比起旁邊的盤高 你繼續走下去的話 你很容易 因為你的事業 比你的旁邊的伴侶 而之後有機會越走越遠 產生一種嫌棄 然後大家的共同話題越來越少 所以就會差一點 之後大家的下場會差一點 男人也是 可能還年輕 即是貪玩的感覺 或者心都未定下來 所以之後有機會 因為你在外面風流 或者玩女人 搞到之後 那個婚姻的感情 是有一個不愉快的經歷 這樣就會傷害人 都不是那麼好的 這樣就 正財的夫妻公 編財的夫妻公都講完了 師傅每一集都找一個例子 今集講起財 那個人當然是有些錢 找到李澤巨先生 這個巨富來的 就是李嘉誠先生的長子 是 他就是 1964年8月1日 就是任五日 任五日 任五日的話 就是正財的 正財的 都應該都是的 正財 正財 正財我剛剛講了 有時候會比較資坑飾劍一點 相對來說 我不知道新聞聽回來的 或者看新聞是真還是假 或者他們的機構 或者他們的作風 都是會比較 在資源方面 都希望物盡其用 是的 折劍一點 是的 折劍一點 物盡其用 比較 財政有效率 你這樣去看 都相似的 和正財的話 傾向 就叫做 踏實一點 保守一點 這樣 似乎他的作風 就是和 阿澤巨 和阿澤佳相比 似乎都是有這個分別的 你會覺得阿澤佳 他是比較開創一點 阿澤巨 比較 首頁一點 但也不錯 其實他首頁 近這兩三年 你看回疫情的環境 他公司都賺得不錯 公司賺錢的能力挺好的 手創來講算 挺厲害的 其實做得挺好的 成績 OK 所以大家如果在命理上 有不明白 或者在一個批算上 想請教師傅的話 不妨可以聯絡陳俊申師傅 下一集我們繼續 再講講其餘一些 風水上的問題 多謝各位 拜拜